极客鞋谈亚瑟士的篮球鞋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已经来到了第二番 焦里焦气的篮球鞋他们已经编成了一团 就看消费者买鞋是否懂得理性把账算 因为现在篮球鞋真的很多 大家买鞋一般是看到一些洗脑广告或者是洗脑营销 就开始下单然后蠢蠢欲动 因为今年NBA市场对我们的影响已经非常小了 今年对我们市场影响最大的会是各大品牌的agenda setting 所谓agenda setting就是议程设置 当代经典传播学中用的最多的一个专业的术语 所谓的议程设置就是每个品牌或者是每一个阵营都有自己的一本日历 某个时间点我要准备推出什么东西 在这之前我会有一周两周三周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在某一个时间点来提前预热 把他们的日历上打上很多标记 有一些标记是跟热点重合的 比如说圣诞节 我就推出圣诞大战款 什么鞋又开始要复刻了 比如说AJ11 但是在那之前他会一波波的做好宣传 把一些鞋先给一些媒体 那些媒体掉大家的胃口 这个时候你又买不到 你就很心急 很多消费者就是被这样的所谓的agenda setting给洗脑了 你一旦被这个东西掉起来的胃口 后面他一发你就会想着买 这次的李宁的泵里四个雷也是这样子的 先掉你胃口掉了半年 先是请一些球员来上缴 准备要出货 说自己货量又不够 然后又再请一些人来上缴 一些KOL宣传 独家宣传 就是大家会说全网首发开箱 然后再到现在又是限量发售 不是所有人都买得到 第一批非常关注的人去抢 抢到了 还有一批听到过这个的 然后又不是很关注 再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牛逼的 去买 就发现买不到 卧槽 焦急等待 加价买 一轮一轮的这种心理级别的这种预设 所谓的日程设置 agenda setting 把你给玩的死死的 那鞋怎么样 其实到最后你如果被营销的时候 你已经不care了 你care的是我能不能买到这个东西 我能不能买到别人没有的东西 我能不能提前上脚 提前给大家秀一秀 提前装个笔 在这个情况下 有没有品牌是没有这么搞的 还是有的 比如说亚瑟士 他连自己的代理商卖货了 他都不知道 我们去问代理公司的时候 他们都不知道 已经在淘宝上市了 而且这双鞋出来以后 也不会有送给什么的 所谓的大V大KOL 来吊大家一波胃口 上次做这双鞋的时候一个彩蛋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我们已经提前把鞋的sample 样品由对方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看了 我就自己赶紧买了一双 因为代理商其实说好要送我们鞋 然后我们来让一些粉丝来评测的 还要等半个月 我等不及了 我就直接买过来先试一试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自己的一种热爱 一种原始的冲动 想试试这双鞋 因为这双鞋看上去实在是配置太好了 后跟的支撑 类似于meta run的一些设置 前掌的材料又非常硬 硬的编织或者是工程网面 再加上热压中高帮的设置 然后鞋内的脚踝内侧依旧有舒适的热压 然后前后的纹路又不是那么的细密非常的粗广 看上去好像有点适合打外场 橡胶硬度也不软 也还是在300多克 没有达到400克 中高帮篮球鞋没有达到400克 我就问你现在市场上还有多少这样的鞋 再就是亚瑟式的鞋 眩宽很适合亚洲人 我是两个亿到四个亿 我都能穿的宽鞋 我都可以穿 但这双鞋普通鞋我也能穿 这双鞋其实是有2E宽眩版本的 这双全白的还没上市 我也没买到 然后它的抗扭 你看大面积从延伸到前掌 到足中 到后跟这里的一个大面积抗扭 怎么企业文化也对付不了它 一看就是非常扎实的 然后这次还用了Flight Foam的中底 比上一代Gelburst的23代脚感又会有多少的改变 这也是我非常期待想知道的 所以现在到手了 基本上就可以跟大家说一说了 先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鞋底硬度 橡胶到底耐不耐不 因为所有的亚瑟式的那些都是为了木地板设置的 就在我之前都是这么觉得的 这一次的橡胶硬度好像65 有的地方达到了65 后跟这里我也怼一下 快接近70 蓝色这里我也怼一下 70多 它橡胶是分区域的是还有硬度不一样的 后跟这里的硬度会更高一点 我觉得会比Gelhoop更适合打外场 Gelhoop的硬度有的地方只有60不到50多 后跟这里稍微好一点60多 但是也达不到65 所以Gelhoop的橡胶硬度 其实是不如新一代的Gelburst 我觉得它会更耐磨 尽管我只穿它刚刚打了一场木地板的半场 而且非常激烈 再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抓地 昨天我穿球鞋去打球的话 尽管是这样的纹路 这样很碎的纹路 我在球场上都没有觉得任何不抓地的情况 我一上球场就是吱吱的响声 它可能没有交互抓地 大家可以看看昨天花针和根哥都跟我在同一个球场上穿的4个雷 他们有滑倒的镜头我刚都看到了 昨天我们是同一块橡胶 同一片天空同一片土地 我们的球场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这双鞋基本上一上脚你就能感觉到这个鞋很扎实 然后后跟慢跑鞋的后跟设置也非常好 昨天打球的时候给到我非常多的支撑 特别是在内线还有一些转身一些比较强度比较大的动作的时候 它都给了我很好的保障 足弓中间我从来没有觉得被拉到过 穿胶护布偶尔你会因为鞋带系松了 或者说你跑起来跑得太快了 然后又因为它中间抗扭片偏软 你可能会感觉到足弓处稍微有一点被拉扯的感觉 但这个鞋完全没有 所以我觉得它的抗扭这么大一片 这个tpu不是闹着玩的 然后后跟的flat foam确实比上一代的脚感要软一点了 上一代的脚感非常硬 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说过 那就是硬的一匹 但实际上上一双鞋我们拆开以后发现 前掌的植骨下方还有后跟的这里都是有gel的材料的 但你完全感觉不到 这一次你可能依然感觉不到gel的材料 因为它很薄 但是你能感觉到flat foam 材料就很软的 离地的高度会比胶护布稍微高一点点 胶护布会更有踩在地板上的感觉 这个gelburst会你感觉你和地板中间确实隔了一层缓震的eva 会稍微脚感会好一点点 然后侧面的鞋面支撑基本上没有任何形变 我可以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这双鞋的支撑非常的完美 然后脚踝处也没有任何让你觉得很危险的地方 因为这两片塑料片我觉得给到了你脚踝很大很强的信心 然后里面的内靴没有上一代的包裹的那么面积那么大 但是你依旧能感觉到这双鞋的鞋面的包裹还不错 虽然没有任何动态的鞋带设置 上一代这里前面还有两个动态的记得吧 这双鞋没有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棒 防侧翻这个鞋并不是靠一个凸出来的东西去做的 而且靠整个的一个tpu的延伸 还有整个鞋中底会很宽 你如果踩在上面你会感觉你踩在了一个气垫船上的感觉 整个两边都会有加宽 加宽的鞋底面积给你达到防侧翻的效果 所以很稳 静态这样翻其实还比较容易翻动 但是你整体在球场上你想翻动你的脚 让你的脚在地板上有任何的这种滑动都不会有 我昨天体验下来还挺爽的 唯一有一些缺点我跟大家说说就是这个地方 足弓tpu这里因为它太贴地了 tpu你看它是有个上翻的一个足弓支撑的 非常完美的一个三角形 但这里有一点磨到地板 所以这里会磨损掉 在跑鞋中会经常见到 大家如果买亚瑟士的凯样子的跑鞋 就会看到塑料的tpu在足弓的那边磨损掉 这个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打了一场这里磨掉了一点我还能接受 但不知道后面会怎么样 总体而言它的设置都非常完美 包括鞋头这一块很硬 保护我觉得感觉都很强 然后鞋身的透气 这一次是比上一代还要好 因为你直接能够从鞋底里面就能够看到鞋外面是透光的 这一次的透气孔的面积比上一代也大了很多 现在就现在而言我只能给它点个赞 下面来跟大家说一说一些视频上的细节 编号716这个视频是一个突破上篮加转身 大家能够看到就不管球进没进 但是鞋面支撑是非常OK的 就大家看我的脚不会有任何的形变 鞋面不会有任何形变 然后718是篮下连续的这种起跳 篮板擦板没有问题 就鞋打内线的话我觉得还挺安全的 729的话我是一个救球 救球的时候你会有身体有个突然的转向 大家还是能看到鞋的鞋面支撑非常不错 上篮起跳的高度也非常不错 证明它的前掌的反应和地板反应助力起跳那种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 731是我起跳去尝试封盖 大家也能看到也不错 前掌还是非常好 都是起跳高度很高 大家可以看看 735也是起跳上篮 反复的还是在说起跳 大家都能看到起跳的高度很高 是一个跳步 非常舒服 前掌起跳以后我是单脚落地非常的危险 但是你能看震动是在小腿肚子那块震动 它还是能够限制一定的震动幅度 不让它一上升到你的膝盖或者大腿什么的 所以它的避震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741 其实我是当时看到了左边有大面积的空档 左手边我就左手上来了 然后启动然后稳定都非常好 这一个动作其实你就能看它启动 抓地稳定缓震都非常好 起三步的每三步我都是后跟落地 大家可以记住这一点 后面我提到交互不会说的 后跟落地去起跳和起这三步 然后起跳到最高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定格 我的手都快到篮板了 这个当然也跟我们摄像机拍的时候是跟羊角有关 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夸张 但是还是那个高度我觉得是我自己都意识不到会那么高 所以它的整个一个前掌的起跳反应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754是转身的一个过人上篮 没劲 但是它右脚蹬地转身那一瞬间 其实是整个鞋受力跟地面发生摩擦等等最大的一个瞬间 它理应有很大的形变 或者是说鞋会稍微有点侧倾 但这个鞋都没有也没有形变 证明这双鞋的抗扭和支撑都非常好 可惜上篮没劲 我觉得是篮框太矮了 然后763是抢了一个进攻篮板 然后左脚也是单脚落地 没有问题起跳上篮完成 反应还是很快就是下篮上去 没有任何的拖沓 764是内线被打 穿着这个鞋你就会觉得在内线打球会比较扎实 所以我都开始膨胀了 内线打一个比我高 还要撞的人 鞋非常稳定 就是我去靠去转身都没问题 可惜这个球没有进 也是我觉得可能篮框有问题 777大家看一看 这是个救球 救球其实是很危险的 穿不好的鞋或者比较低帮的鞋 或者跑鞋肯定救不了球的 这个救球是单脚落地 Dangelos 然后再回来跳投成功 也是因为鞋稳 就是你整个你的鞋和地板能够控制住你的身体的一些行动 一些行为你想停就停想起就起 这个还是很难的 778 778是假动作投篮 然后再过人 然后上篮 然后到篮下 我其实第一步根本起不来 我只能再做一个假动作 然后再投篮 没想到我做了这个假动作 后来投进了 也是打一个比我高比我壮的一个 这个人家要给力难 也是我们的观众 我们优酷上的观众 是左脚开步 是第一步是侧面蹬地板落地 这个动作其实挺危险的 它是左脚 就是左边这个鞋 对吧 一般大家认为往前跑是这样子 对吧 但实际上当你左脚过人的时候 你的鞋子是这样侧面落地的 看到吗 就是这样侧面落地的 侧面落地的 这样落地的时候 其实挺考验球鞋的 这一块是不是多出来一点点 然后它是不是有防侧翻的支撑 所以你这样落地的时候 球鞋其实非常稳 所以那一步过人很犀利 就一下子就过去了 蹬地也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篮下我是双脚起跳 原地双脚起跳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我其实最高的起跳点还是挺高的 起码比就是防我那个人要高一点 我这个球才进得去 不然这个球根本就进不去 对吧 所以还是能够证明这个鞋前掌不拖 多次证明了一点 然后大家看782 782是我就换上了另外一条鞋 就换上了胶后 我还对比 穿着它以后 开始有如神柱了 就像我们以前英文电视台写稿子 我有一个同事是英国巴斯大学毕业回来的 学的是数学 但他的文采也很好 他写一场费德勒的网球比赛 他用了一句非常简单的词 但是非常有意思 他说费德勒 他说费德勒就是费德勒 他前面一段是写费德勒不行了 可能输了好几场 到了最后关键有转折了 他说费德勒 费德勒就是费德勒 不愧是费德勒 他后面把这个比赛就怎么样就给他扳回来了 其实交互补就是交互补 不愧是交互补 又开始吹了 看看交互补的过人第一步跟交互补都有什么区别 交互补的过人我刚给他看了 大三步都是后跟落地 往前走 后跟落地往前走 交互补的过人第一步后跟都不落地的 他后跟直接就是空了 后跟只要准备落地的时候 结果前掌落地了 前掌落地了 就是他会有一种非常想你前掌落地蹬地的一种感觉 这种感觉其实是其他球鞋 特别是那种后跟缓震很多的球鞋是完全做不到的 这是交互补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 然后大家看799定格一下 这是交互补长测那集不是一个空中芭蕾的姿势吗 很多人都回到那集重新看 打弹幕就是我回到你前来看 就是为了看这个姿势 这个又是一样的 这空中芭蕾姿势在线 799穿这个鞋我就会开始跳空中芭蕾 很想把你的四肢的力量全部都使上 然后801是交互补的绝杀 我就用了一个非经常用的一个假动作 就是我的身体稍往左轻一点 搞得好像是要从左边突破 但是我其实要从右边走 我就轻一点 然后我从右边走了 右边走大家能看到还是蹬地的感觉是非常爽的 最后起跳的时候比它还要爽 因为我是单脚起跳 其实这双鞋更适合双脚起跳 因为它的后跟很稳 这双鞋单脚起跳 你可以看我跳得挺高的 我在空中我那个球 右手拿球都要脱手了 然后我左肩还跟它对抗了一下 然后拉起来 拉起来我在空中有个非常非常小 你根本就察觉不到的小拉杆 可能只有我自己回看那个镜头 我能脑补到我当时有个小拉杆 滞空了一下 然后把那个球给弄进去了 我觉得这个球 我能明显感觉到交互补在加速启动 还要上篮滞空的这一系列中 都没有给我造成任何的负担 还是牛逼 后面就是一个交互补的缺点大家能看到 就是我在篮下做强攻就不太行 你穿它以后你整个这个人都速度那种感觉就起来了 就不会有那种非常想原地打桩 原地转身那种感觉 就容易飘忽 球就没进 实际上机会都全部都出来了 换位到叫burst 对吧 我已经对比了一下感受了一下 继续测 穿过它以后我就还是想走交互补这个路子 就多打突破 就是很奇怪 就是我感觉这双鞋的单脚起跳 Dangelos这个非常难实现 还有一个809 这个上篮是最后我速度放慢了 然后我是以大打小 我才把那个球给放进去 实际上这个还是不适合这么快速度的打法 这个有个背转身跳投类似乔丹那种跳投进了我觉得还可以 就这么一双鞋还是非常稳 你篮下背打什么还挺好 838是个旧球 旧球这个又是很不受自己控制的 这个是纯左脚后跟落地 大家看一看 就是我跳起来也是类似半个空中芭蕾 就这样不是在干嘛了 然后左脚落地单脚落地其实还挺危险的 但后跟的缓震我没有感觉到一点点脑人疼 所以当时那个球我再回放现在看就能明显感觉这双鞋的后跟缓震 比上一代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大家也可以看我们的微博 我在微博上也发过 就是最近看一本生物力学的书也写得很清楚 你在自己主动意识的情况下去跳起跳落地那个缓震 在你穿有缓震的蓝队鞋和穿没有缓震的老北京衣带都是一样的 这是你主观能够意识到的我要落地了 但是在你主观没有意识到你要落地 你是突然被动落地的时候 有缓震的蓝队鞋能够给你更多的保护 老北京一代就没办法给你了 这个其实是人体生物力学实验做出来的 是一个上海的一个教授做出来 他的实验就是说把几个体育器的学生打球的学生放在一个板子上 学生说我要落地了 然后他也可以跳下来 他也可以感受到自己的落地 还有一种开启方式是不受学生控制 教授说我想让你落地你就落地 但学生不知道什么是落地 这个时候你的脑神经是没有反应的 脑神经在没有反应的情况下 你的膝盖你的软骨是没有办法 还包括你的肌肉是没有办法保护你全身的来自地面的冲击力的 所以你可能会觉得震脑人 或者你觉得脑脑不舒服膝盖痛什么的 在这个时候他给受测试的人穿了一双 当时是詹姆斯的一双大气垫的鞋 当时落地他就觉得没问题 就是证明在有缓震的蓝队的保护下 你是意外落地大脑没有主动去通过调节你的神经 通过调节你的软骨和肌肉去保护你 你依然可以通过篮球鞋的缓震 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肌肉得到保护 证明当时我落地 我可能自己本身没有什么本体的反应 我要落地或者后跟落地或者前掌落地 但是这个鞋就是保护了我 840是一个内线的一打二擦板 这个很难的 这个就是交互不做不到的 交burst真的是很适合打内线 就是你打到内线以后你要起的那一下或者你蹲起的那一下非常非常的稳 一打二都不在话下 那个人又比我高 另外一个防我的老赫跟我差不多高 力量可能比我还强一点 内线一打二我觉得能够再次证明这个问题 这双鞋确实比较适合内线和那种力量型点的打法 又有绝杀了 这是交burst的绝杀 我就玩了一个空切 我看到老赫防御的老赫没有反应过来 我赶紧空切到内线 我花针要了个球 蹭踩板进了 就证明反正它确实是个内线利器的一个实锤 我觉得这还是可以证明 就通过多段镜头对比可以证明 它比它更适合内线的一些打法 而且是双脚起跳强起强落的 或者是拿下篮板拿下进攻篮板 重新在二次进攻的这种就非常适合 它就完全没有这个 我都没有录到这样的进球 844是过人的后车步跳投 我想穿着这个鞋浪一浪 看能不能浪出它的效果来 我就运球 然后后车步跳投没有进 就其实证明这个鞋肯定也是我的腰腹力量不好了 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鞋没有这方面的加成 846也是的 我就人都过了上篮没进 所以它还是上篮单脚起跳 还是不如它一些灵活 848也是不完全的起诉 大打小才能够进球上篮 而且它左脚的支撑非常稳定 也是第一步支撑 就大家能够看到 落的时候能够正正的看到是有立线的 立线是非常正的 很多重心比较高的鞋 你穿了以后可能会歪掉一点 大家可以去看根哥或者花针 在这场比赛中有类似的镜头 你可以看到它鞋后跟四个雷 因为后跟比较高会歪一点点 我穿这个鞋左脚突破 后跟正后方的一个镜头不是白拍的 实战中拍出来的是非常正的立线 所以这双鞋相当完美 经过我一串分析 我觉得这双鞋跟它相比 仅仅是说投篮的时候 在外线飘的时候 一些灵活单脚起跳的时候不如它 我穿的时候我就打那些 没问题 我觉得这双鞋还挺有它自己的一个风格的 然后跟交互补比起来 它们各有优缺点都可以互补 然后它能不能打外线之后的耐久如何 我还会再穿着它长测一下 之后如果亚瑟士代理再给我们进来宽炫的 我们还会把宽炫的跟它再对比一下 另外这不是亚瑟士今年的新的篮球鞋的所有东西 它仅仅只是一双已经给我表格 大家可以看看交互补有新的 然后还有一个叫NOVA的篮球鞋 NOVA是一双内线中锋鞋 我们也选好了 我们可以测试的帮我们测试的一位VIP观众 因为明年是东京奥运会 他们会有更多新的一些纪念配色推出来 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期待一下 但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开头 我觉得这双鞋我是大概800多在淘宝上买的 大家可以看看它的建议领售价是1090元 证明它现在出道几打折跟阿迪一样 出道就是BYW XR就是6折 这双就出道就是8折 之后如果再降一点大概是700多能够买它这双鞋 我觉得非常合适 它在700元几乎是特别是在内场应该是无人能够匹敌 但是在外场的话可能它的橡胶还包括中底的软硬度都还可能还不太合适 我没有尝试 好 这次就是我们这期极客战争那种 大家看我是不是没换衣服 你看我多诚实 我就是来不及了 我马上就要出差 然后我接下来明天要去济南 然后去北京去沈阳去哈尔滨 跟我们这些VIP粉丝去见面 我真的很想在年终之前见到他们 跟他们聊聊天握握手 吃个饭打个球 喝个饮都可以 就在这里诚实跟大家说了 明天就要走了 所以没有时间 就是这一集还有小米的都坐在一起了 比较急 还跟大家说个抱歉好吧 极客战争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昨天打球真的是打得惨 被虐得真的是虐得够呛 我们平时打全场 大家可能真的是打假球 真的可能是打假球 要不就是什么打员工球 打老板球 打粉丝球 就打观众球 就大家都身体对抗太少了 昨天跟就也不认识 也不是很熟 然后他们平时他们一队是经常练的 我们一队很少在一起 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观众 然后另外两个是 他真的一看就是经常这样 节奏好快 配合真的很好 就没想到昨天的半场给我们这么大的压力 昨天就总共赢了两场还不知道三场 打一晚上打了可能十场是有的 他胜率极低 但是我穿着这个叫后来的一个绝杀